今天我们来看到现在的房市降温影响到了税收 财政部公布了六月份全国的税收统计 发现土增税是年减了有175亿之多 可以说是30年来同期最大的减量 那至于契税跟房地合一税同样也都是大减的 全部都是历年同期的最大减量 而新实施的屯屋税1.0的七个限序 房屋税收是有增加总共是12.59亿 台中市增加最多了有5.8亿 那么第二是高雄有超过3亿 第三名则是桃园市有将近1亿元 只不过呢在屯方税2.0的方案通过之后 在七月份开征这个数字是不是可以再往上调呢 那当然大家是等着看 只不过现在房市冷 所以建商购地推案其实也变得保守了起来 像今年前五个月全台的住宅建造核发是5.7万户 明显比过去的两年同期都还要来得低 而且这个数字也是近五年来的新低记录 看来房市真的是冷嗖嗖的 但问题是台北市的东区商圈 现在因为有很多的都更为老的话题 感觉上似乎这商圈成绩多年又开始慢慢的活络起来了 像在中校东路都更指标答案台北之星对面的一处店面 目前是以总价1.35亿 单平是在466.5万成交了 可是七年来店面最高的单价记录 那么也让大家震惊说 哇原来这个地段现在的店面已经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所以呢其实对很多的餐饮店来说 那房市冷不要紧 他们的商圈糊落才是重点 我们先来看看网品集团 他们就加速了自己的展店脚步 在全年有45家门店 通通都开发 已经决定了 6月份先开出了7家的门店 几乎是以一个礼拜开一间的方式 要扩大他们的版图 那就等于公开向所有的房东招招手了 要积极的去寻找适合开店的黄金铺位 那也不只是网品集团 另外像是玉龙 他们同样也是扩大投入到了新的零售流通事业 像是他们现在定调双品牌要抢工的餐饮商机 旗下的第一个餐饮品牌首日咖啡呢 在大直开幕之后 预计9月份也要前进到东区了 那至于另外的有全新的餐饮品牌 同样在台湾都要进行扩大的展店 那台湾人爱吃火锅嘛 连锁餐饮集团也其实有四成都是靠着火锅 拿下工程掠地 上次我们来看看很厉害的狂一锅 现在在乐多多集团的狂推之下 感觉上已经变成很多年轻人必吃的一家店了 那么在疫情过后 他们也很看好餐饮市场的复苏里道 三角窗店面没了装潢 只剩玻璃门上还有残留招牌 路边摊也直接摆在门口 去年知名网银撤出东区后 烫金店面就空置到现在 我们在这边三十年了 我觉得它还是很没落 我不觉得 还是觉得还好 因为毕竟实体店的成本还是比较高 大家都转做线上的比较多 东区养闻店面多 虽然疫情之后商圈稍微复苏 空置率降到百分之十一 甚至在附近插齐多家分店的连锁餐饮集团 也宣布向房东招手 开放洽谈成租适合的店铺 但租金行情还是直直落 看看近五年同期 东区店面从疫情前平均每瓶超过四千元 后来下滑到三千五百多元 起伏不定 即使解封之后 还是比五年前减少百分之七 土干道上面的这个租金 大致上其实房东的心态 还是期望说可能租在单平一万五到两万 像是这个复兴 跟这个中校东路的交叉口的这部分 过去它是雄师在租赁的 可是它其实在空置的情况上面 大致上也一直长期是所谓的这个 快散店面去做承租 房东的心态上面跟出租方的这个 可能承受的成本上面 有一些落差性的情况下 就会导致一些这个出租 出租上面有一些空置的情况 即使国内观光业复苏 但观察入境人次 今年估计落在六百四十六万人 和二零一六到二零一九年的高峰期相比 只回到约五成 专家表示仰赖国际观光客的商圈 电租水准恐怕也得继续打折